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下午四点甲仙开始下起大雨 下大雨的时候 如果笔量已经到100公斤 下雨的人 比如说上面 已经下了冬季空缩 那这个是分在在我们现在各域 每個瓶都有一個瓶盤 他是金嘉義 2009年的八八風災 單日一千毫米以上的雨量 瞬間摧毀了甲尖 當時他只有國中一年級 最高 最高之前有兩百兩百五 差不多兩百五 看過 連續這樣 是雷雞嗎 對雷雞 雷雞 對雷雞 那你加到這樣會很紅 是這樣子嗎 因為會到兩百五這樣的雨量 已經算是非常驚人的雨量 應該是好大雨 五年後 嘉義已經是個大學生 這些年來 他經常這樣跟隨李長伯 在下雨時幫忙測雨量 投入土石流的防災工作 假設之後 你就要用這個深呼吸的 這樣雨在哪裡 如果是雨量 如果是一直上升上升一直上來的話 到我們山來之後 你要把它倒掉 倒掉我們就跑得幾乎 再放下去 也許 隨時要將這些那個數據回報 給水土保持群 這樣子 才會多一份安全